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雷志明 我是吹吹燦 住台灣久了都會遇到一些 中醫這方面的藥品或是健醫 我就覺得不管是西醫或中醫 不就是一種治療的方法而已嗎 要去一個大家都說非常厲害的 中醫診所看看跟他們請教一下 因為畢竟這是台灣嘛 到處都有這種中醫的文化 所以就算我都會看西醫 還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嘛 我家上面內部拉斯加裝 我相信沒有任何中醫診所 所以我們聽到的中醫 可能會有的印象就是一些沒有徵兆的人 拿一些植物給你吃當作藥 然後說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有點像你今天坐車頭暈頭痛 然後我就給你吃薄荷說 啊這樣就不會頭痛了 就是感覺 科學方面不一定是證明得了 說這是有用的 但是有一半以上的人會覺得 這樣有幫助 是不是因為心理學 嗯 可能 但是這樣講是不是很不尊重這些做中醫的 就是非常有需要去跟他們請教一下 走 哦 等一下啊 是在隔壁嗎 是不是 我是不是走錯了 等一下 要不要確認一下地址 你不覺得這裡很香嗎 很香 好香喔 對啊有沒有中藥味道啊 這是他們的 這是他們的 我們一定的域嗎 你看整個就是博物 藝術館 走進來完全不會猜到這是 整所高級優雅的感覺 這個白色鋼琴也是會不定期的 有一些自動自己彈的表演 請問現在現場可以掛號嗎 啊 可以啊 小姐沒有做預約嗎 沒有 好 那跟您這個健保卡 都幫我填寫一下下 OK 謝謝 好 這樣全預約制的方式 就是只要踢到10分鐘到 然後這樣不要確定說 可以在短時間內就看好離開 這樣比較好安排別的行程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需要看醫生的 像看皮膚科 我就一直拖 一直拖下去 因為不知道每一次去 可能要等5分鐘就好 有時候是要等半個小時 所以這隔錢預約的還蠻方便的 然後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不需要就是跟其他太多的人 擠在同一個空間 就是咳嗽什麼的 我沒有背身分證號碼 妳會背起來嗎 聽說大部分的人會背 背不起來 那因為第一次來有點過激 不知道可以去哪裡 可以做什麼 就會有一個櫃檯人員過來 我一下 嗨妳好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過來看著 對嗎 對 好 沒問題 那我給您借一點點時間 跟您簡單做一下 我們院所的環境介紹 好 我是這裡的顧客關係 專員火叫遺像 嗚 那側面你可以看到有身高記憶 以及狭肌 inbody的身體分析 大部分都是在一般的 有收費的健康健康中心 它就是告訴你那個BMR 還有你T脂肪什麼的 很多健身房還蠻小氣的 就是他們可能會說半年真的測量死 不會 我們每次回診都可以測 側邊有一個兒童遊戲區 它主要是提供給一些我們的爸爸媽媽 帶小朋友來的時候 有一個可以放鬆的區塊 小朋友比較多的話 直接在這邊都可以交到一些新朋友 蠻方便的 好 那我們這邊請 我們的話都是跟台能在地的藝術家做結合的 所以在牆面上 你可以看到油畫以及插畫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的澳樓後整區 後整區都沒有人 我們都準時看完整 準時離開 因為都是線上預約的 都有提供一本叫做馬光醫訊 那它裡面會結合很多中醫的保健知識 告訴您日常怎麼去做保養 提醒您就是平常可以按摩的穴道 以及要注意的事項 而且都有做一些圖案什麼的 都還蠻好理解的 有沒有看到您的右手邊 我們的化妝室 長得很漂亮 還有一個就是戶外的庭園造景 嗨 你好 這邊請 OK 哈囉 嗨 你好 HAPPA SING 直接講英文 好好 都可以 都可以 有一些中醫的很難講英文了吧 Yes 那三九貼怎麼講 三九貼 考一下 可以賽了啦 聽說你們的針灸很厲害 但是我就是不敢 我自己不敢去那個 對喔 不會不會痛 好酷 這個可以用很多 用到很多種 除了五筋骨鑽洞 然後他會講 有時候咳嗽 也可以用這個去 沒有 但是聽說那個 嗯 那個三九貼 三九三八 三九 三九貼 也很厲害 你想要體驗一下嗎 很想 但是不太確定它是 我是可以特別針對什麼去那個的 如果是三九貼的話 大部分我們會用來處理一些 過敏性的問題 比如說過敏性鼻炎啊 或者是 其他一些相關類似過敏的疾病 我們也最近很常用來貼 慢性酸痛的 因為它就是一些 用熱性的中藥做成想要柄 就是一顆一顆想要柄 然後它貼在相對應的穴道上 它可以得到 終於說溫晶通落 讓它熱能流進去這樣 就是肩頸僵硬的味道 耶 我這裡兩個都是超硬的 如果是特別身在這邊 肩膀的話 可以 這要貼哪裡 大概就是貼在肩膀的一些穴位上 我們要.. 我聽過你唱歌 你唱得很好 真的假的 是知道我今天要拍台劇場的嗎 所以之前剛好就有在熱搜房上看過 您的唱歌 只是後來想不到是您這樣 你會講台語嗎 當然會啊 當然會啊 我講台語 我是講台語 對台語人說都會這樣 當然會啊 我問你你會不會講英文 你會覺得 沒有在台北我問 對啦 可能比較少 不太會這樣子 然後來到台南大家都 我也是難過 當然會啊 像這種情況 它會貼在你的肩頸的這邊的穴道 等一下會在上面 各方一顆的中藥丸子 那它因為有薑汁的關係 所以會刺刺熱的是正常 可是我們怕有些患者的皮膚 會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會用這種 就是中藥製程的紫草膏 它會放在你的皮膚跟丸子中間 把那個不舒服的感覺降到最低 什麼時候會開始感覺到 它不一定會感覺熱 因為我們有貼我們有擦藥膏了 所以有一種熱的感覺 好像是心裡心裡告訴我是熱的 它會貼多久 像這個的話啊 就是貼最多最多就是四個小時 那像我就是有一些皮膚比較敏感的過敏的問題 那像我就是有一些皮膚比較敏感的過敏的問題 像這些啊 就是都可以用中醫的部分來治療 像慢性濕疹啊或者是汗耗疹 右肩皮膚炎肝癌這些 比較偏慢性或者是說 治療時間本來就需要比較長的皮膚的疾病的話 很多人會選擇搭配中醫 或者是只看中醫都可以 如果你是那種有擦藥有效 但是沒有擦藥可能就會有點反覆發生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中西結合治療 像這些都是我們曾經治療過的案例 我真的蠻厲害的其實 因為本來看起來非常的嚴重 吃西藥的時候同時可以看中醫嗎? 可以的 就是如果是你有在服西藥 基本上我會建議隔一個小時之後就可以服中藥 一般來說是這樣子 好像有聽人家說 吃中藥的時候有很多不能吃的東西 那就要看你吃的是什麼樣的藥材 人生之類的東西 我們就建議你盡量不要去吃那種白蘿蔔 這種比較寒的東西 對 因為它會有一點抵消那個藥的作用 好刺喔 對 其他的話 只要意識沒有特別強調 那應該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歡迎到Vis2上面去上我的英文 很可怕 那個來看中醫的博士都會給那個 一個糖果嗎 鮮渣餅 對 鮮渣餅 真的沒有喔 真的沒有 最近有幾次工作案子要來台南 然後每次來台南都覺得 有非常多可以新體驗到的事情 然後這次就覺得好玩的又增加了一個 麻光 如果一陣好在台南的話 你可以去他們最新開的明犬 麻光 綜藝診所 因為如果你覺得太遠的話 他們在南部好像有開17間店 所以其實也就是說 他們做得非常的成功 才可以繼續開下去 每一間店都一樣非常的高級豪華的感覺 因為我前面有提到說 有一些西方人對中醫不是那麼的了解 可能會以為是一些沒有證照的人去拿一些職務治療一些症狀的 但是我後面也有問到他們 他們說在台灣當然要當中醫師也是要有證照的 所以就像我們去Medical School一樣 他們也是有分中醫的跟西醫的 他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就是可以放心的教給他們 然後我在台灣也有不少朋友 是之前有看過西醫的 治療得不好 就是治療不了 還去看中醫的 然後就是可以治療的 因為治療方式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身體可能對某個其中一個比較有效 我今天學到要變得多 謝謝你看到影片的最後面 每週三都上傳新的影片 希望下週三也會見到你 拜拜